8.小马过河 马棚里住着一匹老马和一匹小马。 有一天,老马让小马把半口袋麦子送到奶奶家去。 小马背着口袋,飞快地往奶奶家跑去。 跑着跑着,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 小马心想,这条河,我过得去吗? 他看见一头老牛正在河边吃草,就沿着河跑过去问道,牛伯伯,这条河,我过得去吗? 老牛说,水很浅,你当然过得去。 小马听了老牛的话,准备过河。 突然,从树上跳下一只松鼠,大声叫着, 小马,别过河,别过河,河水会淹死你的。 小马吃惊地问,水很深吗? 松鼠说,当然了。 小马,昨天我的一个小伙伴,就是掉在这条河里淹死的。 小马停住脚步,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 他甩了甩尾巴,说, 哎,还是回家问问妈妈吧。 小马回到家,对妈妈说, 一条河挡住了我的路,过,过不去。 妈妈问, 那条河不是很浅吗? 小马说, 是啊,牛伯伯也是这么说的。 可是,松鼠说河水很深, 还淹死过他的伙伴呢。 妈妈说, 那么到底是深还是浅呢? 你愿意自己去试一试吗? 小马又跑回河边, 刚准备过河。 松鼠又大叫起来, 太危险了! 你不要命了! 小马说, 小松鼠, 谢谢你的关心, 让我自己试一试吧。 小马下了河, 小心地走过河去。 原来, 河水既不像老牛说的那样浅, 也不像松鼠说的那样深。 很萝ent! 很萝ent!